Zither Harp 时间滴滴滴滴答答过 随意到底偷偷偷走了什么 我还剩下什么 大雨一直哗啦啦的下 导演开始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就像影红海天一场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我跌跌撞着害怕这盘那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是爱情吗 让我不法自拔爱上你 是你呀 为其应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你要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你维持着才员 之前你可是说 我英俊潇洒 是你在文大师 唯一的朋友 那不是好 能看所致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唯一吗 好朋友 很好的朋友 是男朋友 干什么 你有病啊 你没事吧 他居然在修哲棍面前 我一会儿要怎么解释 怎么回事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拔了电查 现在小园啊 一个人在房间呢 那你让她来客厅找我 好 袁思雅 袁思雅 你备着我都做了什么 小园 你睡了吗 啊 靳晨回来了 他在客厅等你呢 真会跳手 好 哎 跪呀 哎 是不是停电了 贵怡 在吗 贵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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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开一下灯吗 是你啊 你天天给贵怡打电话 催我回来 干嘛呀 当然是 节约的事啊 听贵怡说 你今天回来心情不是很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难不成我要告诉你 我被别的男人抢了呢 我口渴了 去客厅喝杯水吧 阿什么 你不想解约了 我想啊 我当然想啊 那走吧 对了 他有夜望症 你 你 你就这么紧张吗 我哪里紧张了 我就是 看不太清而已 你干嘛不开灯啊 我不喜欢 你是吸血鬼吗 你不喜欢 开一点点也行 我怕黑 我晕灯 那个 来 来 坐 你想什么呢 说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不必拘谨 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就行了 你知道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唯一吗 她的朋友 是男朋友 温先生 我实在不想再这么生活下去了 我在这里多待每一天 每一刻甚至每一秒 我都觉得不自在 亏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嫁给有钱有声望的人家 难道不是你希望的 谁规定的大小姐叫嫁给有钱人啊 我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你想解约呢 也没有问题 真的吗 但是我们温家丢的严密 你打算如何赔偿 你们温家有钱有势的 怎么会跟我这种人计较 我一个女孩子我都不害怕 你有什么好顾虑的对吧 一百万 你这么大一个总裁 跟我要钱啊 那不聊了 一万 你知道 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求救你了 温先生 十万 十万对一个学生意味着什么 你懂吗 十一万 那么还多了 十二万 别别别别 十万 十万不能再多了 算了 大不了先找修植个键 十万就是我 不许找别人键 必须是你自己赚来的 你会读心术吗你 人呢 十万 十万 超姐姐 哪个容易啊 要不许找你 老闆 不是我说你 想问人家小姑娘 还逼着人家陪检姐姐 保护股 年我会减care 他姓 这他我 都拲了 揭开 人的 试图 我要阻拒他 你 About 本当 我 可能 我要让他知道 我温静晨喜欢的人 跟什么家族企业 被迫联姻 没有任何关系 我就是要他心甘情愿地喜欢上我 然后呢 再死心塌地地跟我在一起 可是人家现在有困难 都不再联系你了 哎呀 那你干嘛还同意他解约 我一定会让他在这段时间里面 喜欢上我 这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拿不出个十万块钱来 您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儿座以待毙 我也后悔出什么了 可又能怎么办呢 每次我看到他可怜的样子 我就 要我说啊 就是道天您的女人太多了 让您老觉得全世界的女人 都应该喜欢你 我看呢 夫人就不是这样的人 要对付她 只能主动出击 您要做得让她 无处可逃 我们毕业了 我们毕业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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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顾务社会了 你这投资圈天才圣女 以后要是有什么好的出路 借账也要我 必须的 他赢得这么爽快 怎么了 我有个事情想问你 我们最近有没有联系啊 没有吧 那你知道我最近和谁有联系吗 比如说 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之类的 你是不是发烧了 你会跟谁联系啊 对啊 我会和谁联系啊 你谁都看不上 你会和谁联系 整天跟投资圈大佬混在一起 哪儿瞧得上咱们呀 小子 咱们 你们 不能吧 人员这么差 怎么混的呀 这么看来 还是凑十万块钱简单一些 袁子雅 孙雅 校长找你 校长 嗯 什么 你让我当向导 什么向导 思雅同学 有一位学长 今天要回母校看一看 我呢 想要你做她的向导 带她到新校区走一走 看一看 不是 校长 你看我都已经毕业了 我 哎 思雅同学啊 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我绝对会让你失望啊 那个 我 好 我就喜欢像你这样爽快的孩子 哎呀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走走走走 学长已经在门口疼你了 不不不 学长 思雅这边 你好啊 小学妹 又见面了 是你啊 哎 思雅同学啊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学长 我还要开个会 先走了啊 回去 回去 哎 校长 学妹 今天准备先带我去逛哪个校区啊 走吧 哎 干嘛啊 你一魂不散啊你 我也觉得奇怪 怎么又是你啊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参观学校 是不是 你故意让校长安排你来做我的向导 我警告你啊 我可是练过的 如果你对人生还有留恋 就请你离我远一点 你一个女孩子 就不能温柔嫦淑一点吗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就行了吗 秦 道歉有用 要警察干嘛啦 你以为你是山菜吗 你不接受我的道歉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今天招待不周的话 校长内里 算你狠 我就带学长您好好逛一逛 那就有劳学妹 行 你看那个大风车 那个大风车那个 来我们学校有好几百年啦 刚从荷兰运过来的时候 他转不动 所以呢 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转不动大风车 好一个转不动大风车 谁给起的名字 我呀 哎呀 你看这个树 这个树 叫真凡人树 还有这个花 这个花 叫真讨厌花 这条路啊 叫贼哥 你哥呀 你还真哥呀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这条路啊 这里呢 就是我们学校有名的许愿桥 听说 有一对学姐学长 在这里 相知相识 避体相爱 这个上一个月 他们结束了 五年的爱情长跑结婚了 结婚的地点呢 就在这座桥上 这事儿啊 还上了新闻 真好啊 你是傻子吗 我编出来骗你的你也信 所谓 则一成终老 邪人白宠 要是能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 一辈子 也算是无憾了 其实 认真起来的样子还挺帅的嘛 你还能这么有味道呢 单眼皮还能这么有味道呢 你看什么呢 没有 我 我就是在感慨啊 现在的流氓都这么有文化的吗 会已经失了呢 说谁是流氓的 其实哪有那么多两情相悦 变白头偕老的故事啊 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 我跟那天的事情 再次向你道歉 拒绝道歉 那你说 要我怎样做你才肯原谅我啊 原谅你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为什么啊 就因为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亲了你嘛 难道说 那是你的初碗 想什么呢 你这个人真的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快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要告诉你 是不是你老公 你老公 被我猜中了对不对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他气你就可以 我气你就不行呢 是你自己跟我说 你们俩感情并不好的呀 这跟介绍学校有什么关系啊 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 那你说 我们俩之间算什么 我们相处这么长时间 难道还比不上那个糟老头吗 你看完了吧 看完我先走了啊 好 对啊 我跟自己交什么结架 就这样 为了顺利解约 我只好拜托修哲哥 在他的餐厅里打工 这个就是袁思雅 能不能帮我们照项 能不能帮我们照项 你让我多转不少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来来来 愣着干嘛 赶快给我打锁干净啊 快一点 马上 老板 要不要我安排过来 你让我先走了 你让我先走了 你们先上去 我马上就走 放总 请坐 客人 您好 您叫我啊 愣着干嘛 过去点菜啊 不好意思啊 有什么推荐的 看着来吧 装不认识我啊 好 把你们老板叫来 我老板 让你去赶紧去 裴总好 我 你 不认识我 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 刚才那个服务员 多少钱一个月工资啊 我这里员工的工资 恐怕不方便跟你透露吧 我又不是向你打听商业机密 只是想了解一下 这位员工的工资 这个忙老板不会不帮吧 五千底线 这么多啊 五千 很多吗 再加上提成 或者再多打分工 十万 不是一会儿功夫的事吗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辞掉他 他在我这里工作非常认真 而且也没有犯任何错误 我想 我没法辞掉他 多大点事啊 你赶紧把他叫过来陪陪我们老板就好了 没事 老板 没事了 搞定 没事了 搞定 您好 在这站着干嘛啊 坐呀 赶紧把我们温总赔好 你这人怎么 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的话我就先下去了 站住 你服务好了吗你就走 让你走了吗 不好意思啊 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 不用 不用为我服务 把我们这位温总服务好就行了 今天啊 是我们两家庆功的日子 别扫了我们的兴 方总 我陪您喝 你先出去吧 这里没件事了 停 一杯酒是多难为你了 你是故意让我在温总面前下不了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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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方总 我陪您喝 我陪您喝 你干嘛拉我呀 刚才还装不认识我呢 餐厅鱼笼混杂 不是你应该带的地方 把工作死了 我要工作 我要赚钱 我要解约 你知道这份工作 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吗 也在这干了 我在这干在哪干 你来我公司 公司翻倍 真没时间跟你玩 陪我玩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是为你好吗 刚才的情况 要是混别人做的客人怎么办 你确定他能欺负得了我吗 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哎呀 别再拉我了 哎呦 小然 您回来 嗯 怎么了这是 这是 妈呀 Good afternoon sir 他最近有没有提过我 你说你们小年星谈恋爱是真的秀啊 您在我这问他 他呢 又在我这问您 一会什么 温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呀 一会又问那 我那个师父也不理我 妈呀 这不都是您吗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 我这眼睛我真快演不下去了 哦 对了 刚才小元回来呀 好像不太高兴 要不您 慰慰慰慰慰 这不您的黑卡吗 您这问问 也太有诚意了吧 把这卡给他 告诉他 这是他私有财产 解不解除婚约都是他的 每个月会有一笔禁照 让他别去等了 哎呀 你说你们这好好的 你们瞎闹什么呀 这 我这这招不好使吗 小元 小元 啊 还欺负我呢 好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欺负别人的分 好 小元姐 干嘛 那个 靳晨给您准备了保 保护费 不是 这是那个私有财产 明明明明的 就不用去上班了 他不是让我出去赚钱吗 干嘛还给我钱 不对啊 他怎么知道我在打工 我也不知道这事 这 这杀人呢 你这 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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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啊 那我就先回去了 拜拜 去哪儿啊 我送你 是不是你告诉温锦诚 说我在外面打工的事啊 嗯 麻烦你转告他 我有手有脚 不需要他来可怜我 不就十万块嘛 我就不信 我赚不到 怎么到现在还得不明白呢 我明白的很 这是我和他的事情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我们俩现在身份吧 挺尴尬的 以后还是不要再见了 我是你师父 你是我徒弟 我帮你安排一下工作 有问题吗 你安排 你的工作 还是我未婚夫安排的呢 行行行 他是厉害 但是你也别小看我 只要我打一声招呼 整个文答事 没有人敢顾你 你信吗 唏 六六六六六 厉害厉害厉害 你是这个 忍不起 我好歹是个从事 不要面子得 喂 你还要去哪儿啊 给 不要动手动脚的 是你的身份 月月 小诈哥 月月 她为什么叫你月月 我小明叫月月 跟我亲近的人都叫我约约 怎么了 好啊 你居然有两副面孔 六六六厉害 你呀 才是这个 闭嘴 小哲哥 我正好有事找你 那我们去别的地方讲吧 我们一会儿吃什么呀 这家还是哪家 哪家 都行 亲近的人 亲近的人 抱歉 刚才一时情急叫了你真命 没事 随便吧 对了 我姐也有消息了吗 松鼠哥已经查到斯雅 在上个月曾经买了一张 去新加坡的机票 不过 后来又取消了 买了张机票 难道 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啊 现在能确定的是 他的人身安全没问题 至于其他的还在调查中 不过我相信 很快就会有结果 都这么久了 你说 他是不是在故意躲着我们啊 难道说 他根本就不想嫁给温家 所以才逃婚的 只要他好好地 那我还在这儿演什么 我要做回我自己 悦悦 只要你有困难 记得 随时召悟 谢谢你啊 秀 展哥 想什么呢 我在想月月现在怎么样了 想她有什么用啊 不如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未来 是啊 那我们的未来该怎么办 思雅 你相信我吗 好 那我答应你 等我彻底办到她 我就风风光光地把你娶回温家 我要跟温家所有人说 袁思雅 这辈子只属于我温良爷 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老板 你身体不舒服就别硬撑着了 去医院看一下吧 没事 开会吧 小小姐 您这要去哪儿啊 哎呦 你要是实在还生气 不然她当面过来给您赔个不是 哎呀 您别走好不好嘛 是这样的 温静晨出差太久了 那我想我也不能落后啊 所以我决定我也要去出差了 出差 对啊 不是你要去哪儿出差啊 多久回来啊 哎哎哎 静晨知不知道啊 干嘛让他知道 不是 谁也这么晚了 哎 你等我回来我再跟你聊啊 我我先开门 哎 惠仪 待会儿你要帮我 剪车拆车 下下下下 哦 是你啊 你快跟我走快跟我走 去哪儿 啊 你的师父现在病得很严重 现在送到医院里面 用脑病就不肯治疗 你要跟我去劝劝他 哎哎哎哎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还脑病就不肯治疗 我去了也没有用啊 我又不是医生 是吧 呃 那个 难怪他会心寒 你怎么这么绝情呢 哎呀 你别瞎闹了 我回这儿忙得很啊 我还要去出差呢 你说对不对啊 回忆 是 你你师父现在真的病得很严重 还一直念叨着你 难道你就真的这么狠心 你这用他病死都不管吗 啊 病死 有这么夸张吗 哎呀 哎呀 你你你啊 真是最独分心 哼 哎哎哎小月 哎小月姐 我看人家说的这个情况 应该很紧急 我觉得你啊 应该先去看一看啊 你看你是都市立人 你又这么漂亮 人又善良 你过去看一眼你 我就知道他没拜疼你 他疼我 你对疼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你们之间有误会啊 我跟他能有什么误会 我跟他又不熟 那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他最近一直欲寡宽的 本来我是说今天带他 读风解闷的 谁知道还没出公司 他就倒下了 你怎么来了 你问 哎 怎么走了 你没事吧 为什么不吃药啊 我吃不吃药 关你什么事啊 你不会又是装的吧 你装一个狗看吧 离我远一点 疼 怎么这么疼啊 我去叫护士 人呢 人呢 怎么走啊 一样了 你会有人想办公室 开放过去吧 对 所以 你现在立刻从这里离开 我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 你怎么真走啊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看我像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 不过话我可先跟你说清楚啊 我只是在还上一次 你照顾我的人情 你可别想多啊 你确定你照顾我病人吗 去 你在干嘛呀 对不起 对不起 会不会啊 你全世界都不如你 你的关系 你的重力 让我有勇气 教宿你我真的喜欢你 想拆开巧克力盒子里藏的清晰 有多少的运气和你相遇 是意外或者说是甜意 吃饭了 和你走在一起 浅浅笑意 我假装写上风景 害羞看你的眼睛 想翻开套路牌的谜底 未来取经 等不及再憧憬甜蜜虚气 也担心你笑我太心惊 干嘛 一点一点靠近 有种默契 我安心等你回忆 干嘛 幸福为晚代许 想告诉你 心痛的原因是你 心底的秘密 这丫头还是关心我的 嘴硬心乱 来 哎 醒醒了 怎么了 洗这么早 不再睡一会儿 再睡 再睡我就死在你手里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我也是第一次照顾人 不小心睡着了 对不起 有用的话 还有护士干嘛 这样吧 当做补偿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嗯 你说 你跟那个裴修哲 到底什么关系 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 从现在开始 月月这个称呼 只有我可以叫 幼不幼渣 别以为生病了就可以了 你没事吧 我一起给你掌控一下 你没事吧 我一起给你掌控一下 既然你帮我一次 我也不想欠你人情 你别弄了 你不是想攒钱 结束婚约吗 我帮你了 我帮你了 我 我 你不想念 我 在你 我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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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其自然的爱上你 就这样深夜深的爱上你 搞不懂的真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